何日归家喜可跑 没有办法 蒋洁只是个读书人 不是闪闪发光的历史英雄 面对战争 他能做的只是逃亡 在乘船漂泊经过吴江县的时候 他看到岸上有一个酒家 门前的酒帘子正随风飘摇 此时风又飘飘 雨又萧萧 在颠沛流离中 他想借酒消愁 但是不能 一片春愁带酒浇 江上周遥 楼上连招 秋娘渡与太娘桥 风又飘飘 雨又萧萧 何日归家喜可跑 银字生条 心字香烧 流光容易把人抛 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秋娘渡和太娘桥 不是特指某个地方 秋娘和太娘 都指代当时的歌迹 秋娘的故事 我在讲杜秋娘诗的时候 非常详细地讲过 太娘出自刘雨昕的太娘歌 太娘家本昌门西 门前绿水环金笛 后时就用太娘指代无地歌迹 银字生是古生的一种 在生管上有用银字标注的声调高低 心字香有可能是古代的一种 银字形的香饼 具体什么形式不重要 重要的是 银字已成灰 我什么时候能不再流浪 什么时候能跟家人过上太平日子 流光一世追不上啊 樱桃彩虹透 芭蕉又绿了 春才去下又来 秋不远 冬将至 那一片片雪花 染白了我的头发 1279年宋朝成为历史 蒋洁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人 虽然他是宋朝进士 有学识有能力 但不愿意入元朝为官 于是以一介不一的身份去竹山隐居 一过就是十几年 大约是他五十多岁的时候 在一个戚风冷雨的夜晚 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写道 同样是听语 蒋洁用一首词回顾了人生的三个阶段 少年时醉生梦死一至千金 在灯红酒绿中清歌漫舞 沉浸在欢愉之中 壮年时兵荒马乱颠沛流离 江阔云低风雨交加 天下之大乌一处 是一只诗群孤艳的家 而现在我已经老了 在僧炉下听语 似乎已经是心如止水 看透了悲欢离合 可不知怎么的 听着街前那滴滴答答的雨声 我彻夜难眠 直到天明 蒋洁的词里 没有壮志豪情 也没有义愤填膺 有的只是平静的无奈和哀愁 他不是个英雄 在国家兴亡之际能够力挽狂澜 他跟我们一样 只是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的小人物 面对曾经的敌人 他能做出的最大抗争 就是不给元朝打工 历史偏爱英雄 利于给小人物笔墨 而正是这样一个小人物 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已经逝去的宋朝 为他谱写了一曲曲忧伤的晚歌 何日归家喜客袍 银字升条 心字香烧 流光容易把人抛 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听历史古文就搜七月白则 咱们下期再见